明天是元宵节了 很多熟悉民俗传统人都知道说 元宵这天很重要 要来补财 护求财 那么你补财 护求财 除了到庙里拜拜之外 还可以拿红包出来干什么呢 过去人会装这个吉祥的数字 比如说168块或1688块 来讨个吉利 把这个红包放到工作上面 拜托求求神明 祈求我上半年的财运抢抢棍 不过今天我们玩个不一样的 我们不放钱 我们放什么 我们放股票 来看看 如果说小资族小股民 你想要在元宵节这天 抽到哪一支好股票 上面的财运应该可以财源滚滚呢 今天我们请分析师欧伟杰 跟我们来聊一聊 元宵节怎么样 靠台股的开运红包补财运 欢迎伟杰 明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 元宵补财库开运红包 这次到底要选谁 今天其实大盘给了大家很多的暗示 我们现在聊一聊大盘的状况好了 今天台北股市 昨天大跌200点之后 今天把昨天跌的 全部几乎把这个师徒 都收复回来了 大盘今天早盘开高 最高是来到16474点 感觉上这个16500 似乎是短线上面 比较这个高档的一个 难以突破的压力 不过还好 大盘今天大多在盘上高档震荡 加圈指数最后是收了239点 上涨239点 指数位置是来到16452 成交量3510亿元 那从这个K线来看 好像台北股市现在就在这个箱形整理的区间 我想请叫韦杰 这整理时间要多久 那突破的条件又要看什么 好我想其实这个整理的时间 大概也是比较不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多头的整个技术面的架构当中 多头是看什么 看支撑 好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特别刚刚跟大家提醒 你开红盘之后第一天 你是越过什么 越过前波高点 对 前波高点是多少呢 大家应该都忘记 16238 所以只要能够守得住16238 台北股市随时都有可能 在短期当中能够再创历史新高 那么更何况呢 其实是在这个 开红盘的这一天 留下的一个多方缺口 其实在过去这几天当中 就算你看到跌了200多点 它连这个缺口的上缘都没有碰到 就是16197的位置 我印象中好像是 对不对 好那这个多方的缺口 就变得非常的强劲的支撑 对不对 那短线当中 只要能够把这个缺口 守得住站得稳 那基本上台北股市 在短线当中 还是一个强势的格局 那当然这是从技术面去做观察 那重点是观察盘中的结构 盘中的结构 其实过去台北股市 在往上攻击的时候 电子股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关键指标族群 但是其中又分两股势力 一股势力是所谓的半导体产业族群 另外一股势力就是所谓的电子零组件 那电子零组件这些个股 最主要的代表股 就在农历年封关之前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外资一直不断的在买 比如说记忆体 比如说面板等等 你看到农历年封关 开红盘之后 其实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好那刚好撑住什么 撑住台北股市的交易人气 撑住什么 撑住半导体产业在休息的一个 这个权重的部分 所以其实在整个台北股市当中 电子股似乎在半导体跟电子零组件当中 其实轮动是非常良好的 那接下来台北股市 要能够再往上去突破新高 出就要等全子股再回来 对就等谁 等半导体产业 那半导体产业就看三档 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这三档个股去带动 那当然这一带上来 联发科的这个带动效应 高价的IC设计产业 就有机会再发动 所以后续台北股市能不能够 再突破短期的乡形 就看台积电 联发科跟联电这三档股票 Jer 韦杰提到 现在这开红盘之后 电子的半导体龙头股休息 还好我们电子的其他族群 也很争气 包含像是ABF载板的面板 记忆体全部冲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外资的变化好了 外资昨天台股大跌200多点 也是同步的到了200多亿元 让大家有一点点担心 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台北股市大厂 外资又买回来了 今天我真的看不懂 外资今天是买了231亿元 那期货怎么操作 今天是期限货同步做多 这个期货的多单数 就真的补了666口 刚才韦杰聊到说 这数字是会暗示什么 因为不祥的预兆吗 三个六是魔鬼的数字 然后投信是由买转卖14.8 自营商是连续两天的卖超 那我们看一下 从三岸法人的动向来看 外资今天回补这么多 你认为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其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 尤其是这一个礼拜以来 其实市场上讨论最多的就是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往上持续攀升 到目前为止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是来到1.4 所以其实外资在针对台北股市 未来长期的投资 还是有一些需要考量的地方 那它的一个一天大卖一天大买 其实不是重点 大家看那个数字都不重要 要看的是它到底去买了什么 或者是它调节掉了什么个股 这个才是接下来的关键 至少我们确定外资到目前为止 它对于台北股市的看法 其实是相对比较中性 没有说特意的看坏哪一个个股 而去调整 它的调整全部都是基于 在今年所有全年度 跟殖利率的关系 还有它在操作策略上面的调整有关 不是它卖 就是看坏那个个股 不是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有这个观念 你才能够在操作上面 比较不会受到外资进出的影响 不是它卖就是看坏了 那这个今天帮大家来找一下 就是元宵节 如果说后续整个上半年代 要来补财库的话 到底哪一些股票你真的要买呢 那买的时机你有什么呢 我们准备了三个红包 我有开工红包 对对对对 那我决定帮我们抽一下 就是金融年小资主要元宵节补财库的 第一档个股 你认为会是什么 好 我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 好 我用左手来左手 我们都找人气股 我找这个好了 好 这个好 这个是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对 这个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 拿反了 台积电 好 我们来解一下台积电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台积电最近被外资卖得蛮凶的 也是筹码 等一下再帮大家好好的解说 那现在这个台积电 中外正义联盟都出来战胜了 对 台积电跌破月线 大家想说跌破月线到底要不要买呢 其实台积电每次跌破月线 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买点 对 那这位是那个台积电的前发言人 孙又文 其实我昨天有听他的Clubhouse 好多人上去听 对 大家都想知道 有这个外资还有记者一堆人 对 然后就有人问到说 就是那个孙博士 您这个投资台积电的新法 是怎么样操作的呢 我认为孙博士他真的很用功 因为他自己讲了 他是1994年的时候 就开始记录每天台积电的股价涨跌幅 那就发现说 其实呢 台积电有10%的时间都在平盘附近 那47%的时间是上涨的 43%的日子是下跌的 但是上涨天数的涨幅 也没有说比下跌天数的跌幅多 代表说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走势 就是比较稳定的 拖动性比较稳 对 所以他们买股方式就是 他买进败之后呢 就是hold 长期持有 然后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他还说呢 600块的台积电呢 是迟来的正义 台积电不只要报三年 要报30年 对 那伟杰哥 您觉得孙博士 这个前台积电发言人 这个老台积电人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交易方法 适合小资族吗 好 其实这个代表 我们小资族群 有时候非常用功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媒体 都很发达 都会帮大家呢 去做功课 所以呢 大家就看我们晚上的节目 大家就可以知道 最近 这个全球的投资趋势啊 或是台北股市的一些重点股 其实我们节目都会帮大家 整理的非常的完整 那从这边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孙发言人 基本上他在投资的这条路上 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投资人 真的很用心 他把这个整个波动的一个状况 记录得非常详细 那当然按照长期投资的一个逻辑来说 股价波动越小 代表呢 他的配息率越稳定 适合做定存股的操作 所以就是有钱就丢进去买 没错 所以再加上他其实 在台积电的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也参与了不少的一个 这个过程 对 所以其实呢 也蛮了解的 那当然知道这间公司 选对方向 选对方向很重要 选对方向 然后站对时间点 其实呢 长期投资就是OK 那当然再加上 最近这几年的这个量化宽松 当然就享受到台积电 赚到了股息 也赚到了价差 那当然对于小资组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也就是说 当你未来要去投资 任何一个标的的时候 你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必须要先来做个功课 到底了解一下 个股的股性也好 它的产业方向趋势也好 跟了解自己的投资属性 那如果是按照 现在目前台积电的状况来说 跌破月线要站上 当然对短期操作的台积电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 这个不错的买点 对 不错的一个进场点位 那月线 其实周期操作性就比较短 那如果是长期操作的投资人 可能看的就是年限 所以其实操作的逻辑不同 在短线上面 月线进入 你可能就是以一个价差操作为主 因为毕竟现在目前台积电股价在高涨的过程当中 也是六百多块 对 它的殖利率也开始下降到大概1.5附近 所以为什么最近 外资对台积电其实没有很青睐 因为他们的殖利率在往下掉 长期投资的价值已经被 美国时间期供在殖利率给冲淡掉 所以才会变成是这样的结果 不是外资看衰台积电 是整个大环境的考量 对 那到底现在是不是台积电的好买点呢 这个外国的非常资深的专家 也开始做出他们的看法 这个是美股长期投资家叫Jim Woods 他说现在连拜登都下了行政命令 要来发展美国的晶片 代表说晶片的需求真的很旺 他认为现在就是一块买台积电的好时机 那这个女补神前几天调节台积电之后 昨天又把台积电给买回来的 那我们连动到今天台积电的表现 是不是真的还给他一个公道跟正义呢 好 海积电今天的股价 终于结束了连续五天的跌势 今天是上涨的 上涨了1.6% 涨了10块钱 也正式又收复了月线的关卡 看外资动作 外资今天不错耶 回头买了2011张 结束五连卖 那投信也买了263张 台积电已经回补了 这个过年开红盘的缺口之后 下一步到底怎么走 好 我想其实在外资的动态上面 我说其实它的调节不是来自于 这个看坏台积电 而是来自于它在部位调整的需求 所以大家不要说因为看到 外资都没买 好像就台积电要天崩地裂一样 没有这种事情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在技术现行的部分 在今天是勉强地站回到月线之上 但是在大前天 有一个空方的小缺口 那这个缺口呢 必须要在这个下个礼拜的上半周之前 封闭掉 要补上去 对 也就是说它收盘的时候 能够站上 对台积电的股价表现来说 才会有正面的一个技术面上的意义 那另外呢 在筹码面 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外资至少你不要再卖了 你就算不看好 你也不要唱衰它 你也不要把它卖下来 那所以就目前来说 外资的动态会变成是 影响台积电股价 涨不涨得动的一个关键 那当然对于整个台积电的投资人来说 站上月线虽然是一个好买点 但是呢 你不要也说只买 然后呢 我都不卖 当跌破月线的时候 你还是要记得要先停损 当然你会说那长期报 但问题是 当一个跌市开始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要跌到哪里之前 可以先小幅度的停损 再找未来长期的机会 那不要说舍不得卖 结果一路套下去 然后变得哀哄骗眼 其实这个也是 比较不灵活操作的地方 所以在月线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就要知道 我们的周期就是 比较短周期操作 主要是以价差为主 而不是以长期投资为主 那长期投资可能 它的幅度要再大一点点 才有机会了 那当然现在短线的部分 那个重点就是在 大前天的空方缺口 去进行封闭之后 台积电未来再挑战 六七九的机会 才会逐渐的浮现 的确 投资台积电的人 有的人可能是 做比较短线的 有些是做波段的 就看你自己的停损 停利点要做好了